三藩市地檢官博設施 同市參市盧凱利 灣區分局局長Derek Marin 警員 家庭聯絡中心 布多拉區街坊協會等社區組織及成員 9月24日走訪三藩市聖班奴大道商業走廊 了解商戶對安全方面的關切和遇到的問題 介紹可用資源 探討解決方案 博設施在當日召開的華文媒體原卓會上 對一些案件的錯誤訊息進行了說明 之前有社區人士指出 2019年日落區一中86歲華裔婆婆被攻擊的案中 受害人因為傷勢過重離世 涉案被告被轉入精神治療計劃服刑 博設施辟謠稱 地檢署一直與受害婆婆家人保持定期聯繫 受害人仲健在已從傷痛中恢復 被告目前在監獄中 等待轉移至周立精神病院 直到法官確認他適合獲得假釋 賢獲得下降機 賢獲得下降機 所發財恐怖活動 互相對關於